李四福 川人 重机枪连下市 原属川军团在士兵里面 可能算是军衔最高的 重机枪二连下市 高军衔有时候也能看出一些东西来 那么就是老兵和立功 又因为这贵兵群里面 夹杂住上海人阿易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 要么是参加过 搜护战役的川军二十军 其实吧 到底是哪个编制内的川军 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正宗的川军 川军的名声一向是内战软啪啪 抗日顶呱呱 川中军阀混战的时候 川军是没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 而打起日本兵 那是不怕此出名的 提起这支军队 也有些欺欺然 刘湘带领住这支军队出川 还未到前线 就病死了 死前写下出诗未结身先死 川军因为名声不好 武器不好 甚至连衣柱都不好 这支军队居然没人要 终于有人看不过去了 把他们调到第二战区 偏偏探员刚刚失守 没有任何补给 甚至于饿死人 所以他们只有抢劫 于是名声更差 很憋屈 有些人要回四川 军官骂道 有脸回去 你就走 没有人走 不久后的松户战役打响 这支破破烂烂的军队军官口头那句话 隔老子 硬顶上 变成全国通用语 我不想详细写川军用怎样的伤亡 才把这句话推向全国皆知的 因为这种伤亡 实在是令人心酸和悲痛 我想那是川军 要向全国人民证明些什么 也许还夹杂住这些日子以来的憋屈 于孝青口中 就说出了当时国人对川军的敬仰 好 我要川军团 因为川军团和日本人 打得很勇很猛 川军团有人说过 只要还有一个四川老 川军团就没死光 我是湖南人 我是一个五体投地佩服川军团的死湖南人 而康压在英国机场玩英国钢窥的时候 药麻教训他 当年我就是带住这个打滴松户 更加证实了药麻的来历 药麻和不辣两个关系很好 说不定还是当年一起在松户拜下来的 不辣算是中央军体系的 养人是换过帖子的拜把兄弟 养人一起上 可以对抗尼龙这个人熊 药麻也有狡狭的一面 这不是演员带来的 是小说就有的 尼龙在收容战大战各路炮灰 药麻并不直接冲上去 而是要等尼龙大喘气的时候才出手 他还在手臂上绑了铁皮和树棍 也让尼龙一时吃了个亏 以我个人见过的现在的四川人来说 和湖南人也有个相似的特点 那就是嘴硬 吃软不吃硬 所以 豆饼之前跟随住的老大 居然是这个川军老兵 大家可能只注意了要麻给豆饼喂草了 其实没有要麻的照顾 可能豆饼早就死了 之前 我们讨论每个人的宿命的时候 讨论过白菜猪肉炖粉条这群人的命运 比如说 豆饼负责搞来劈柴 所以他最后就像劈柴一样震死了 那么要麻对于那个大菜 贡献的是大料 也就是花椒等调料 那么这个又象征住什么呢 我有时候会去吃川味的火锅 水一开 多数人会把扶起来的花椒捞出来 免得捞太的时候放进嘴里 被麻住 可是花椒一下锅煮了 那种味道就永远都存在了 无法消除了 这就是要麻里四福的命运 它随后就战死了 可是这群炮灰们永远生活在花椒的味道里面了 龙文章的团 包括后来梦凡了的团 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川军团 尽管里面不再有任何一个活住的四川兵 它注定会死去 还会很早就死去 它与意之下的豆饼才能成长和升华 扒开受弱身体的限制 那强健的灵魂令所有人扎舌 那我们看看最初的分离是在哪里吧 就是在去缅甸登上飞机的时候 豆饼开始第一次和要麻分开 它们上的不是同一架运输机 然而在再次会面的时候 豆饼已经开始有战绩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杀了半个鬼子 而这个时候 已经是下世的要麻 其实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征战生涯的任务了 会随时升天 唯一的牵挂就是这个豆饼小弟了 可以随时脱孤了吧 按道理来说 不辣是最佳脱孤物件 可是如果跟住不辣这个极为高等级的步枪兵 豆饼无法成长 于是看看 他逐渐变成迷龙的弹药手 并且逐渐坚强起来 一步步走向最后的荣光 而李四福的最后时刻 几乎就是在慢慢交接豆饼骨小麦 我传给不辣 不辣传给蛇屁骨 蛇屁骨传给迷龙 迷龙该传给豆饼 但他现在郁闷的在给自己禁言 而豆饼不但在四米开外 一个用手掌绝对拍不到的距离 而且专心的向住他的庇护者要麻 迷龙从地上捡起块石头扔了过去 那块石头过大了点 被他在豆饼头上砸个正柱 光当一下 豆饼终于回过头来 看了迷龙一眼 然后直停停地栽倒 这是在某一次龙文章传令下去 迷龙传递信息的时候的失误 导致要麻和迷龙一场打斗 打斗之后是战斗 战斗之后要麻台注重机枪 他本来就是重机枪连的嘛 而迷龙就负责扛住清机枪和昏过去的豆饼了 接下来就是英国机场的保卫战了 这时候 豆饼已经完全是迷龙的弹药手和副射手了 要麻一直在军寻的人终于出现 豆饼拖住沉重的弹药箱和备用枪管 从弹坑里爬了出来 要麻盯住那两位不大配合的更换枪管 副射手豆饼经常要来迷龙一下不耐烦的欧击 迷龙脾气不好 这个要麻知道的 可是他即将要归天了 不能做更多安排了 只能看住 甚至火同不辣又和迷龙打了一架 开始溃逃了 要麻排投兵和迷龙就总是斗嘴 不对付 前面的要变露少了 于是 要麻在最后终于下注迷龙一次了 算是个鱼威了 他抓住一条蛇 吓唬迷龙 最后的鱼威 随后 随住鸟叫 郭公 郭公 要麻用刺刀 刺死了他此生杀死的最后一个日军 他战死了 死的那么干脆和不可挽救 一枪爆头 全无疑问的死去了 最干脆的死去了 这场战斗 豆饼完全猛了 但要是由孟凡了传递给迷龙的 而坏脾气的迷龙也没有打豆饼 而在撤退的时候 龙文章要求迷龙顾好你的人 那就是豆饼 从此 豆饼就归了迷龙了 最后 他通过招魂的龙文章给自己的兄弟 不辣打气 老作死了 你个龟儿子 除了把桑好 就是好把桑 你搞点中用的要的不 是的 最后一个川军战死了 这就是他留下的话搞点中用的 一点也不撞怀激烈 可是很实在 做点有用的事情在此 他1937年初川 打到了1942年 缺一小时 毕经百战 他是累了 他是能量用光了 就像他在电视剧中倒下之前的摇摇晃晃一样 反正我是坚信他是能量用完了 倒下了 他完成了自己的诺言 他退下了 这是结束吗 不 这是开始 整个炮灰团 一直都叫做川军团 他的遗志就是那句做点有用的 这句话随时在孟凡了耳边围绕住 激励住他 搅晃住他 怎么又能扯到这个死瘸子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死瘸子 向来是口是心非的大言人 在龙文章被扣押 大伙在收容战的时候 这个死瘸子 在想住什么 他想 可是他立刻又否认自己 什么麻的记不住了哦 我们不说死的 这分明是要麻在影响住这个死瘸子 他含住泪说 记不住 真的记不住吗 不仅记得 还在不停的摇晃住这个死瘸子的身躯 要麻再催呢 要麻死得算是很早的 可是他一直在 一直继续在激励住这群人 他的重要性 可注视不低 这部电视剧 死亡不少人 在角色死亡之后 还能出来的不多 比如说 有未尽之志的康火莲 他是康红雷的影子 他没能完成康岛亲身代入完成的愿望 他是没有达成愿望的 所以他永远在战场上吃那碗山羊肉的面 他本来是要吃绵羊肉的 健康火莲篇 另外一个就是很重很重的兽医 好西川了 他死亡之后 甚至于有个耶稣的摆设 还有升天的镜头出现 见好兽医篇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川军的代表李四福 要买了 他完成了他的任务 他累了 他休息去了 这么美丽的场景 川军的无头旗 始终飘扬 至 李